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书民台诗》 我是乌世纪 今天《书民台诗》 我会带大家来关心有关聪账的问题 其實每三年在生產當中 都沒有在市場上賣槌 賣槌像家庭主婦的主婦報名做的事情 不過香港的槌和有些變化的時刻 韓國變化動態的時刻 可能會引起大家的關心和注意 今天大家的關心是有關保理槌的家事 其實保理槌的家事 原來看到有時 主婦報名在市場上賣到一個百公元 甚至二、三百公元都有 不過有的時候 有看到新聞當中的報道說 上天的保理槌一顆村莫 四百元開放民眾那些窄 窄的時間 農民正在村莫本錢 像這樣的情形 農民非沒有注意到 因為這些保理槌 正在說那些村莫的村莫 保理槌的家事 影響到整個入村莫和村莫的家事的標準 故事說有關保理槌 家事應用的婦人廳 韓國去變化 體態的時刻 要做麻煩的初始應用的那些計劃 其實先前農民非沒有提出過 要用電機的做法 開放民眾農民來電機國 還要做幾度的保理槌 這樣政府就對了 對中容壓片 顯得困難說 中的幾度的保理槌 這樣才不會 總體度三次都在台下 不過那些初始做得好嗎 韓國呢 農民 正在這個保理槌的家事 雖然說有電機制 電機制也有做嗎 做得好嗎 那三下來呢 保理槌的家事 由我來變化和變通的世界 有應用的計劃 今天呢 村民臺費有請到 為了相關的觀眾朋友們 韓國呢 設計在T1千港中的農民 好早做人家 和媒體工作室 帶點鄉親 鄉親的關係 那個保理槌的家事 應用的問題 韓國有哪個方法 做得就結結 TV 英文臺費 韓正燃 農民費 農業術 作為神山主委 建英基徵 蘇丹造書記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記證 韓國有哪個早的回報 碰到台後 過濟經營 同沒有以後內的高蘇 楊明信 楊教授 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高蘇 韓國有哪個早前的農民工作室 總發言海祖雄 強言農民連營費的費用 林友信 林會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親民在英文收集的貨店 林宜君 宜君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宜君 不過現在鄉親看到 一般的 會去私從購買的保理槌 其實在泰國買保理槌的時間 可能我還不說購買的保理槌 一般在台灣比較接近執行的品種 很多除非 人說一種保理槌 就會小便 127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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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的保理槌 或者看他就講 用一種的保理槌 一般人 他也說 用自己的保理槌 其實有一個品種很多血水 差不多到那差不多四年的孤狗就開始沒了 不過雅台湾的田池 其實西區都有農民就知道 很少在平地的社會 很少在散風的民眾都會知道 故作說 保理蔥就是應援挑戰都有 有賣藥的蔥蔥 以免去生產期 差不多五、十、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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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種 中市的孤狗 天然就是賣到市場的方式 就是存在多少錢 故作說 由一度的農民都沒了 中市會應援的保理蔥的汽車中的量 一車都動到 差不多 在暗渡年來 整個中市的面積 做的空洞 對一百年的時間 差不多有百千人公圈 一車都一百公園 有下百人有公台的位 不過一車都一百公園 一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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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都從那一問題 有七百千公圈 暗渡的量 種生產的 出來的保理蔥的量 差不多有超過四十萬公園 暗渡的保理蔥 先看到 念石中青島的雲林 再到南投 韓國的百部的宜蘭 台下中的時間 可能不會在空洋的時間 就說到 更好的時間 可能就在中埔地中 他說 天神夜氣落的時候 就在山峰 沒有百部天氣 比較涼忍的地方 故作說 保理蔥在台灣 既然積到的 生產的 時間 和歐洲的 也只會說 本天生產 還會 台下對保理蔥的 需求量 台下 台下 是從南面 沒有加速的變通 不過 現在按照年來 農民 尤其是問題 和保理蔥 也有 生產的 情形 用版 我們先進去 現場看 提前農民 帶到 的新聞 樣片 由得了 修信的世界 農酒 由林青栗當中燃燒 中兩岸萬元的成果 由日加班的土地 林青栗都不會減中高麗菜 因為經營為高麗菜 有當中市有市 正是生產成本相對地 善良優態 所以 四五年來 在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天空 就不會中高麗菜 高麗菜 它是台灣食用量最大的一個蔬菜 然後說 它的產量 也很高 也很穩定 是世界上高麗菜 是在台灣的 冠冥蔥菜 運用範圍菜 無論草 也會失敗 總是想要高麗菜 民眾接受投稿 市場需求量 刺激燥菜 有限於 中間的文章地 好管理 善良菜 這樣跟高麗菜 對當中農民來說 有當中的確實力 看來 管理10萬元來的中市面積 竟然突破8000公開 年三兩 也增加到45萬公斷 就是在 無論是生產黨 和消費黨 高麗菜 受繁榮的強圖 也因為 高麗菜 有蔡王的名鄉 一次性的採收 也不會就像 像要 就是分次性的採收 就一次性的這樣 就一次性這樣採收下去 就直接裝箱 然後封袋 然後直接上車 然後再來看分配市場 這樣 你只要有 那個 按照正常的流程下去 做管理的話 基本上也很好管理的 雖然高麗菜有當中市 同管理遊戲 市場要當好小 不過最近經驗 三次出現 加市太貴太貴的情況 農民 不在影響 其他單位 天使出銷 來到報道 都基金 不再有新聞 高麗菜的三小問題 農政單位 必須相出 有好策略 雖然剛才說到 保理菜的加市經濟 其實沒有人說的新聞 這才不是要發生的情形 不過 剛才把加市變通 按照的農民和總統 還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T.E.先生 和林會長 還要請教一下 其實不是對總法來的 總法對亞中圖 看到 總法是全體版 從T.C.到保理菜的手材 雖然保理菜的 散體那一台的 你真的對T.E.先生的角度 看 剛才的農民 我想我來做我們的保理菜 韓國雖然說 保理菜中的 對方式 可以看法平用品嗎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做 因為高麗菜 說實在 一個人 我一個人 聽到管理五家的高麗菜 所以說高麗菜的這麼輕人 在營業的時候 上到沒有人 不過在好景的時候 一桌高麗菜 我還要跟大家報告 曾經有一個農場 他們一口罩 他們跟那桌高麗菜 賺錢幾萬 有什麼樣的材料 這樣做 沒有 在高麗菜以外 我相信沒有辦法 有材料這樣做 其實這樣說 從以前有機會 現在是比較無法這樣說 因為怎麼說 現在的本錢有比較提升 提升了 不管是我們的工錢 還是我們肥料國豐民的主宅 在這幾年 他們的一些成本都在提升 只是說 如果在好景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價差太大 一分塊 由沒人愛 到一分塊要收30萬 這都有辦法 所以高麗菜就有這麼吸引人的地方 再來就是年輕人 回來了 他們為什麼要做 因為 他自己是一個人 好管理 再來 本錢購 他不用什麼 他只要一台噴霧 他就可以做管理 其他我們請人 像我們在政家 請人幫我們篩產 做過 政材 政材當然要付現金 但是篩產 做過 材料 肥料 甚至都可以 這都可以先 說得不好聽 說得要寫 就是要欠了 聽說我們菜 採收 我們要拿到立錢 所以說有很多 這些年輕的 年輕的朋友 回來了 他們也會選到高麗菜來做 輸贏大 本錢可以 不用太大 就是這樣 好 感謝會長 保理菜進去三兩檔 他的故作第四重 剛才沒有說過 他剛才說過 蒼蜂 所以蒼蜂的名字 唐藝是一號唐 不過還想請到 親集君提議宣 和媒體公眾員 宜君 我想請問一下 整對保理菜 有蒼蜂的封號 你覺得是當之無愧嗎 還是說 具有提示的素材 用這樣的方式 你不聽到誰是討厭吃高麗菜 很難有雷 接受度很高 對 接受度很高 所以對婆媽來說 她好料理 那對餐廳來說 像比如說我要煮便當 像如果你煮青江菜 或是其他小松菜 其實拿去煮便當 看起來 我煮一大把 說了一點點 那其實看起來不好看 但是我煮高麗菜 它縮水率很低 所以對他們來說 像便當業者或是一般快炒 也是很愛用 那再來就是 它料理很多元嘛 剛剛有講到說火鍋啊 或是我清燙一下就可以 那所以說就會變成是 那這麼好用 這麼好吃的高麗菜 就會變成是首選 那就會變成有個狀況是 當高麗菜的價格不好的時候 那婆婆媽媽會覺得說 我要便宜一點 所以我就先去買 但是那我買了高麗菜 我一個禮拜買菜預算有限 那我買了高麗菜 我可能就不會再買其他菜 然後再來是高麗菜它很耐放 我買兩顆 我可能可以吃很久 那在把它吃完之前 我可能就不會去買其他的菜 這樣子 所以說高麗菜可以說在市場上 不僅就是你跟他說 那個說素顏幫 就去買個風吹營的 既然是洋洋洞 也買的也不買其他營的 既然是說的 咖啡真是說的非常貴重 就是這樣 那我先請問楊教授 其實在神聖堂、小屁城 他會對保理菜的需求量有的 香港的政府 其實在真正方面 要一切最冷凍 就是保理菜的咖啡問題 不過 跟發生的變化暗胎的問題散生 跟我們知道說 農民雖然知道 保理菜的咖啡沒有變化暗胎 但是因為當時 在家裡跟兩位的觀點 不是說 他們也要觀察到農民 不想到 曾經說他吃 怎麼會被保理菜的原因 政府對於這個菜價 特別在當價格低迷的時候 經過媒體的報導 那大家社會大眾 就對於我們農民的生產 血本如歸 就賦予很高的一個關心 那政府也會經常來予以收購 根除 來補助我們農民的 這些生產的一些費用 所以農民長期以來認為 即使是菜價低產銷失衡的情況 政府最後還是會基於照顧 我們農民所得 還是一樣會出來做一些收購 讓我們的農民不至於血本無歸 所以農民就更有事無恐的 反正就一直種下去 所以農民沒辦法根據 整個市場的經濟 來調整它種植的行為 如果說在一個市場經濟的話 理論上當價格低的時候 農民就不應該繼續種植 但是我們看到了 在過去以來 我們的高率菜種植面積 其實是持續在增加 並沒有去減少 好 感謝教授 剛剛教授講到這個關鍵 雖然說咖式不好 不過經過保陶稅他還要 他跟他講到農民安心腹中 村莫本錢 故事說要天使 不然那些錢也讓公司去賣 甚至政府出錢 他會做不貼不出 故事說農民就說 中的咖式不好 不過資稅會有從村莫本錢賺下去 雁片就會請教他的記者 他跟他講到有關 保陶稅無論的咖式編發 他跟他想到 甚至是 雖然咖式不好 還會在中 檔案的情形 政府沒有繼續說 剛才像教授有說到 政府想要出自於好意 沒想到同農民天使 故事說要有個不貼不出出事 在咖式不好的事件 甚至說 還提出有關的電機資 但是政府有關保陵車的咖式 編發 編通的事件 會主要的統計 天使的造法 也會跟他們說的嗎 當然高麗菜種太多 我們希望做限制 做限縮 把生產面積把它減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去規定 有一些土地 包括政府可以去規範的 比如說台黨的出租農地 或者是稻田轉作的這些農地 那我們鼓勵 甚至用限制的方式 不可以去種高麗菜 把這樣的一個限制的程度 把它推下來之後 讓生產面積減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用誘導的方式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誘導措施 包含鼓勵農民去生產其他的 當然在理作都可以生產的一個作物 把這些品項多元化 包含像我們做器作的 加工用的青花菜 或者是矮杏的菜豆 這個都是可以有替代性 甚至鼓勵農民 不要一直往高麗菜這個品項去考量 去考慮 去誘導它去做這樣的一個生產 把面積把它減下來 這是第二個 當然誘導之後 限制之後 如果農民還是想去種 當然第三個 政府就有義務要去提供相關的預警措施 把相關的種植 種植的狀況 生產的情況 讓農民來了解 讓農民有一份的 這個所謂的風險管理的概念 當然剛剛我們會長也有提到 很多農民會用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真的就放手一搏的那種概念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樣的一個議員機制 讓農民了解這樣的一個生產風險 種植的風險 去達到管制的一個效果 那最後一個我想 當然生產出來了 有相關的一個 產銷的一個問題發生了 政府不得不還是要去做 剛剛提到的一些市場的調控 好 感謝記證 保理政府安董營萊的中 安董營萊的最大的賣賣 主要就是台下所說的 在好中好管理 香港人在生產的時間 人家散去胎 屬於三兩道的時間 菜市有三國模的青春的問題 在香港有兵的動革的道 香港再加上有關的 他們不是在習慣 是差不多習慣 跟保理政府的當好 是台下接觸到當國 屬於當中有安董的農民中 屬於當中 兩道的世界 雖然說 台下剛才說 會有加斯變通的時間嗎 不過就像跟市長說的 有種 甚至高主義說的 政府說到 加斯不好的世界 會出手的 天使的世界 那時候 農民其實就想說 就算加斯機 跟那個不好 不過會有運動的天使 接著中下機 在中下機的時間 就會散神當中的 人家說的加斯變通 帶來的問題 農民在一些 有哪個其他款法 勒空樣片過後 張磊討論 農民 10月中要種的話 他大概要提前 二十幾天或一個月 之前就要跟菜苗場 訂苗 挺早訂苗的時候 訂苗 然後我們農民就整地 整地好了 大概10月初 本錢都花下去了 然後10月 10月初的時候 然後農糧署跟我發布說 超重 可是他發布操縱的話 是9月底超重 然後一般農民 10月中到底要不要重 挖地都整好了 肥底也下了 到底要不要重 我希望農糧署預警系統 可以提前 就是菜苗場有訂到苗的時候 就可以先統計了 不要等到出貨再統計 不然我們農民很矛盾 當然是很煩的 如果有好處就有賺錢 如果像我們促途 沒有辦法處理 不能賣 如果不能賣 你們現在政府都賺錢 賺錢一萬塊 賺錢 賺錢 賺錢一萬塊 賺錢一萬塊 菜價高 大家農民當然是說 我也要來賭一把 所以大家還是會搶中 那或多或少會有點影響 會讓農民有點卻補 但是影響並不大 但如果菜價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然後預警機制又爆說大量的話 大家才會說 那我不可以中 可是其實 每年都還是會有一些 菜金菜土的狀況 會反覆發生 替一些農民共處的有關 保理車 加私水眼變通動態 不過記了 看到人家的青春之下 去跟那種 故事說 保理車雖然說 其實有涉及生產有失 不過跟那損差的 加私變通問題 加私變通問題 親切接受影響到的 就那些農民的蜀蜜 也不分 也不分 先講到 那些媒體人 宜君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在做梯子的 涉及媒體新聞報告的時間 設計那些都散 雖然說 當年剛才 表演說 保理車的加私不好 但是那些農民 雖然說 有些人在菜市 有些人甚至說 每個成本就沒了 就用所謂的根除 這些都有 但你從那裡看出的 怕到那種原因 我希望這樣 不及 邊通安泰 和我希望的綜藝 有些人在說 有看到 政府的不特別 或綜藝方面 事實都嚇到 很願意去綜藝 那種東西 其實像比如說 他要去轉做其他的 農民其實要轉做 他們都說是OK 但是問題是要轉做什麼 你比如說我換青花菜 可是像剛剛會長也有講到 我一個人可以管 無甲的高麗菜田 可是像青花菜 他可能一個人顧兩分 就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所以像其實他要去轉做 或者是他要再去種其他 你比如說種菜豆 或是荷蘭豆這種 其實技術性對他來說 技術門檻會是高 比如說我預警是講苗 可是預警到我真的採收 還要過兩個月 那我怎麼會知道 我兩個月是怎麼樣呢 我兩個月後會不會有颱風 或是兩個月後突然 有高麗菜改名活動 全台灣突然開始瘋斥高麗菜 沒有人知道啊 那我沒辦法預期說我兩個月以後 到底市場是需要還是不需要 那我去年在問農民的時候 也有問像地方的政府說 你們有沒有考慮 那時候是問雲林縣政府說 你們有沒有考慮是 讓他們去做減重 可是雲林縣政府也是說 他們很為難 因為他們跟自己雲林縣的說 你們少種一點 不然菜價會不好 可是農民會有一個反應是 那我減重 可是別的縣市的人並不會減重 比如說我隔壁一張畫的 我種多 我雲林種少 可是兩個月後菜價好 那雲林的是不是就虧錢了 其實應該與其說是說 要去講說農民怎麼不去減重 或是怎麼樣 我倒覺得這也不是一件厚道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後面 有沒有是帶動其他的需求 比如說增加營養午餐的蔬菜 去對其他蔬菜的用量 那去刺激它讓它需求提高 才有可能是把需求量 慢慢導向其他蔬菜 這樣子才有可能回頭去 控制高粒菜的那個供應量這樣子 好 感謝宜君 就這樣說 不是轉身去故宮 或者保理菜用的監控 最重要是跟其他業務 你能夠提升 提升還好呢 兩次有台的 台南農民可能就想要去 種其他的作品 這樣保理菜和市區 都說到世界的限制 就有機會 農民就不會種案 今天請問一下 你還要看嗎 為什麼高粒菜經過政府 這樣子去做預警系統 花了這麼多的心思 做這麼多的事情 不過高粒菜一樣介紹的 一項就是什麼 農友今天跟你講 你像我我紀念到前 我哪有可能去放棄 我竟然我減賺別人多賺 我減賺別人多賺 後來 其實有人說到政府補助 甚至有人說政府有購儲 這件事 那都是了解的 購儲一分塊一萬塊 叫花來放一分塊 還要六百塊 我們來的好好的 是不會賺錢 為什麼農友要賺錢 因為大家都說 我們政策是在搬 如果說我們搬 我們就整個生意 我今天在這裡 生意說我們真的在搬 是要搬什麼 搬一個說 如果今天 如果剛才派天下雨 天氣有大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賺錢 因為時間那麼長 剛才我們宜君也有說 農友也是都期待說 這兩五個月三五個月的時間 有什麼氣候大的變化 再來 政府要幫我們補助 要叫我們說檢証 這種的 我們其實有時候 農友的想法就說 也是要想玩 你叫我們檢証 要叫我們專屬 我們要去種什麼 不會要種 你今天說要種切花也好 切花要抽 那個工跟我們隔壁菜 一處性的採收 那是不一樣的 隔壁菜我們工去來 就整個 各區就都開始獨自獨 那切花不是 切花是這張可以抽 那每天要去做 那我整個的菜不是 我整個的菜 我聽到 整三家 我聽到 一個月 可能做二十天 我就聽到來這個 今年有人在說根廚 其實我看到的農友 根廚會沒有桌 有人在說有根廚 我看到真的沒有桌 因為怎樣 有的農友說 我菜這麼漂亮 我怎麼香的下去 我單單單 反正如果 當作不懂 如果真的有補根廚 就來補根廚 企業來把我們認過 他來認過 以後 他也是 這些肥 這些隔壁菜 也存在在市民 沒有辦法 把他減少 所以說 對我們農友 真的是沒有實質的幫助 這有時候 甚至 農友也在說 我們其實有些農友說 對我們有幫助的是什麼 實質不如 都不要政府 放下 不要感謝 好 感謝非常 再告訴你 剛才 我們剛才也提到的 今天要求農民減重 好像也不太可能 或者過去很多人提到說要有計畫經濟 也不太可能 農民怎麼願意來接受 你要規定我種什麼或要種多少的面積 所以一切應該回歸到市場的機制 就是讓農民了解到目前的一個生產或者價格的資訊 由農民自己來判斷要不要繼續種高麗菜 剛剛特別提到了 因為高麗菜它的價格起伏這麼大 所以難免就會有一些賭徒的一個性格 但是既然你如果說把這個高麗菜當作是一個賭博來經營的話 其實賭博你就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願賭服輸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搶中的一個結果 最後菜價又這麼的低 結果回頭過來又要求政府來補助 這個其實政府一開始就希望你不要繼續種 結果這個形成一種矛盾的一個行為 如果說政府能夠去堅持 只是提供這些相關的產銷跟價格的一個資訊 甚至提供必要的一些技術的輔導 但是至於整個一個產銷或者價格還是要回歸到整個市場的機制 我相信經過幾次之後 農民看到了這個菜價低迷 政府不再會繼續來根除補助 他開始會去思考他是不是要繼續在種高麗菜 或者在裏作的時候寧可讓他修根 讓他整個土地有更好的一個地利 等待明年的時候來種其他作物有更好的一個收成 所以很多事情可能蠻複雜的 但是也可以用很簡單的一個方式回歸到市場機制 好 感謝教授 政府封面的最好搶到其中 雖然他會跟他講一講 農民說 政府不會管他 讓我們自己來決定 沙漢下去 穿錢才不會穿錢 不過政府跟那個孤獨說 除了農民營養有消費者的部分 孤獨說 其實第二部分 政府是否其實說是在隱難的組織處理 我們還是希望說在前端預警 前端生產跟調控的部分 先做好 對 能夠加強力道來做這一塊 最後當然剛剛各位來賓有提到的 政府不要去管 或者是政府就放任讓農民去做 當然這一塊是目標 但是事實上有時候是實際上 事實上有時候是不好操作 畢竟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民選的國家 所以還是有一些工作 沒辦法照這樣的一個理想的方式去做 所以還是要去找到一個折衷的方法 去建立一個剛剛提到的 先前預警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讓這個產銷的問題講到最低 產銷的調節的失衡的狀況 講到最低 好 感謝記者 亞華團太家講到的 農民在神山保利草的世界 做的資格內 負擔的方向 包括政府 香港的企統農民的天使 天使按照鑑由法徒 平素本農民去處理有關的 生產機制 市場的賣賣機制等等 政府上的天使是好意 不過 香港和農民講的 高蘇共和泰家做的 對資格的方向 農民的生產 在資格的部分 在附近的方向的事件 有什麼做法做得做到 要看他的合作者來經營有關 保利草買賣的做法 先來看影片 來 好 打直就好了 打直 好 雲林院 股康油肌農業生產 合作者總部立院 工作人員 仍在無限之下 雲林福祉社員 強烈街的貂土和分配 雲林進行 禁令和包裝 合作者 新立新院 目前由四星外界農油工業 主要在10月 瀟農大團體建 和太平通路合作 那當初 我有了一種管理師匯 還有正經去做人 這會期 孤立志 小農你要去跟大的通路 或大的賣場去做生意 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 所以我有把小農整合起來 然後呢 集中力量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跟大型的通路 或是賣場去談契約的這個訂單 每一個人 他都有每一個人的背景 條件 想法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整合這些農民 坦白說還蠻困難的這樣 但是我講說 如果你沒有跨出去這一步 那當然有機農業永遠都走不出去 有時候安排的時候 我們像以前 因為盡量在找賣場 往往都會說就是古建商農 因為我們現在是已經不通路 所以我們是配合 所以我是有契作在這裡生產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那個 古建商農的問題 你說國威脅的問題 當然我們把利多都放給農民 農民比較能夠願意接受這樣的方式 這樣 對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成立合作社不是為了要合作社賺錢 我也常跟我的合作社員工講說 我們沒賺錢沒關係 我們只要能夠打平 那他才能夠永續經歷 所以我們要去做社員工程序的平衡 和數量進行計劃性生產 這樣是在跟通路上補齊 是修正的合作 國威脅到公司沒有平衡的時候 合作下也沒有人外的使用方法 而不能下眼的造物又好消 可能去做加工 可能去做截切 可能是比較便宜的方式去請 另外其他的通路去做促銷 或者是特賣的方式去幫忙處理這個貨這樣 保障社員工程序的 優勢的穩定功夫 科技大量的合作社 不僅想收到通路的反映 也會向小農家的競爭力發揮到清台 有關國威脅的加斯不平衡的時間 神山的量和需求量 有所掌的時間 人家在最多的地方 請出場的影響就會有關加斯的變通 加斯的變通的時間 最多就會開始去想 人家用的好好處理 人家在對中菜的策略來做的改變 而且剛剛沒有說到 人家在對體育性的作用的管理 先在空間兩國後 這樣擦下去就不會抽成 神山兩代體育性的問題 所以那很值得去思考的 在國人就會跟他 記者有說 做得對意見的方式 先做好意見的機制 這樣才不會散生擦下去的問題 不過說一下 意見等 一些消費者 也好 農民也好 剛才說整個種植 和一些失聚的問題 其實都很複雜 故事說 很值得去思考說 有關 政府讀到 保理蔡產生擦出問題的時間 讓農民讀到 保理蔡產生擦出問題的時間 由哪個做法來進行 先來看到剛剛沒有說到 做得對消費者的方式 先來改變 無論改變需求量 也要說用其他的 追加的問題 做它的需求量的增加 在國人的 那是否會有真空 做得出口 這個出口的問題 要做得來討論 跟在國人有關 真空的東西 會有用的效果去控告 雖然跟其他人有說到 我們都是在訓息的時候 才會進口來 不過在今後的時間 嚇到家事 中共比較大的 對國人的保理蔡產生擦出問題 會有影響 所以有關心到的 韓國有關 他跟近討論黨的根除的制度 這些做法算得好嗎 對人民有真正的放出動嗎 也不不也要請各位 非常 其實港島有關 保理蔡產生擦出問題 也要說獨特問題的問題 韓國跟港島的合作三個理論 不是跟你們同學 合作三個做法嗎 像剛剛合作社這種案例 其實是很好啦 但是喔 在我們專業的三農裡面 不會輸贏啦 真的啊 因為很多 其實有很多的農友 他們都說 我為什麼要去氣座 真的有很多類似 結切廠商啊 一些像比如說大的通路 他們都期待農友跟他做氣座 為什麼 因為做氣座 他們也是會有比較穩定的價格 穩定的那個供貨量嘛 就是穩定啦 對 但是農友他 既然被說賭了 他不甘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對 你今天我跟你繼續 一公斤六塊八塊 比較多 比較遠 他們這裡的公司也不會繼續 說也說 如果不是一分堆三萬二的 甚至早有兩萬塊的 到現在來 甚至說六塊八塊的 十塊的 十塊一間也只有兩百塊 一分堆獨特的 讓你更厲害也六萬塊 如果像我自己輸贏的 我們就逮市場的普通 我們一分地可以賣到差不多三十萬了 甚至運氣更好 又會有超過的機會 所以說 在合作時 我很期待的就是 有辦法有一個機制來做唱 這種案例 其實我個人很貪心 不過在現實這邊 是沒辦法有那麼多農藥的接受的啦 定期要用到我們 專業種作隔離菜都做定期 不是專民的開放定期 你專民的開放定期 那年真的做專民的開放定期 我有一些朋友 我實在很愛找的就是怎樣 你知道嗎 不要種過隔離菜說 我也要來種隔離菜 我說你不要種隔離菜 你從哪裡要種隔離菜 我來定期 我有一個穩定的價格 我不會了解 我尤其背又有補助 另一種保駕的方式 對… 我跟你們說 那不是這樣做 政府不是要鼓勵 我們種隔離菜 是要期待說 我們隔離菜可以減量 不要說大起大樓 種才會了解 就是美意變農民的一個誤會 他就誤會成這樣 謝謝男子生 顧著說 其實政府有政府的做法 不過農民 方面就會看政府的做法 其實我有某相同的方法 我問一下 尤其有說到 農民會通過政府的電機資 做法某些不出粗食 看起來有種 會親密 跟保駕的生產成分 就是相對來說 可能保駕的粗食 從而這種 封鎖不吃到有什麼 要說 英國的建議 把油漸化新的 種車在方面 哪有什麼建議 問大家 不少農民是認為說 登記或是預警制度 這是一個好制度 可以預先知道 我們有多少的供應量 這是一個好制度 其實對於種植 他登記減少 就是不辦這件事情 也是有一些人很晴天霹靂 覺得說 這個有人誤會 把這件事情改進就好 不應該是說 就完全不要 他們也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也想要配合 我也希望說 我們先從種植那一端去控制 而不是說 真的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的話 他們連誰在種或是什麼樣子 他們自己也會很困擾 其實剛剛會長有講到一件事情 是登記應該是讓他們這些專業戶去登記 其實每個農產品都是這樣 就是最怕的就是所謂的游離農 就是他今天種高麗菜 明天又種別的 明天種別的 這種的是最不穩定 然後也不知道他今年又要種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產量多出來 或者是我們無法預期的產量 都是因為這些人 政府像這樣做的時間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人的反應 其實這部分 原地人要做一個PTOCOS 是他們是原地的最大的動作 跟我們主義 會與大家說的 怎麼做這件事情 看起來 他們開始最好的做好 但是你們要做到明天也沒做的嗎 沒有再繼續推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整個檢討之後 除了會長跟林小姐提到的被誤解以外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包含刚刚提到的 农民以为种了之后 政府就会保驾 然后种了之后 就会保障我的收入 农民有很多的误解 还包含了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行政成本的支出 还有一些资讯获得的不对等 所以我们后来有检讨了 进一步检讨 希望透过多元的 这样的一个预警资讯的收集 这些多元的预警资讯 包含刚刚提到的 我们从苗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也好 或者是说从窑侧行侧的状况 甚至进一步去做 产量的一个收集 因为种下去到收获 经过的这70天的天后变化 其实是很难掌握的 那变化也很大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多元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的预警资讯的收集 那收集完之后 赶快透过相关的管道 多元的管道 让农民知道 这样的一个资讯已经出来了 你可以去做参考 然后去达到后续 产销调节的一个主因 一个做法 形成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整个这样子检讨下来之后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今年先暂缓 这样的一个登记制 不过告诉政府部分 其实有说到我们的批评 香港充的电机制 好过我们以后 我们就先签评 用派的红色来做 用导演的红色来做 农民方面 虽然说对提前提到 有这样的做法 不过好 怕就可能会绕到 政府会对我们的报告 报告还会想到 那种保理悬 看起来就这样的情形 我们消费者所面对的是 整个的叶菜的一个消费 不是只有高利菜 所以如果政府只是单方面的 去想到 对高利菜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增加 其实可能又带来 那么对其他的叶菜的一个需求 可能又减少了 所以很多一些问题呢 上次环环相扣 但是高利菜这个菜种呢 它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利用 它不一定只是炒菜 或者火锅的一个料理 它其实是可以做加工的 我个人认为在加工这一块呢 实际上是可以有 很大努力的空间 那加工的不只是 作为水饺或者水煎包 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来作为泡菜 在韩国他们的泡菜 他们所生产的这些大白菜 甚至于自己都还不够用 都还要从大陆这边进口 如果我们在泡菜这个部分呢 能够来增加它的一个需求 那其实我觉得 它也可以大大的去减少 整个一个产销失衡的一个压力 所以如何在整个一个 高利菜的多元的利用 那这个又不影响到 其他的叶菜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消费 所以我觉得在加工这个部分 应该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重点 好 感谢教授 主帮 韩国的泡菜 很美味到其他 又把那些 七家做的来做泡菜的加工 看有法图买虎 他说增加人的灌烈的需求 他都在做法之一了 整个保理菜的加工 也要删除问题也好 好早上有什么建议再来看一看 中指前成功 成功 成功 農業市的 燃火 經驗 從土地的世界出沒中期 人們在國底朝的 咖啡在河流的世界 收入的農產品的咖啡 天天在河流 跟人家有很多的 生法出沒活潑 在這裡 要說的是 像國底朝的港水制度 建議那些非處體 不然中市場出的店 市場出的福祉审壞 做不得說 如果中市的地方都不中 台北林買單 要出不超級 如果你現在中的 你也不知道 你要賣給誰的話 那當它一開始 當它開始生產 也就是開始在製造問題 是不是跟合作社 或者是跟我們的農會 去做一些連結 或者是比較大的這種 連鎖超市體系的話 就是鼓勵農民 盡量都跟這些零售端的話 通路商的話 先去做一個結合 證明就是說 他們真的是已經有這樣子的 一個購買的 一個契約的存在的話 那當然最後真的購買的量是多少 那我們當然不能夠去 直端的去約束 可是至少登記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說 它確實是會有去處的 那這樣子可能整個政府在做預警 或者是在做控管的時候 就會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從生產端市場 我們就要進行控制 所以第一個包括就是 總苗的這些發放 跟它的時間點 還有總量上的管制 以及登記的這個面積 另外就是必須隨時去檢測 它的一個價格 那另外當然就是 是不是我們能夠進行出口 或者是加工 大概這幾個層面 去把它加種起來 得一個複合藥方才會讓問題比較有解 否則如果只是就是 面積上的登記 市場有時候它也不是那麼的弱勢 那更何況就是 有的人他還是會進行搶中 或者是偷中 我們先看到 其實加藥面對方 沒有專家建議說 我們做得去思考 有一個精髓 有一個保理桌的量 做得來控告 我們的保理桌 是從的加斯 不過看到 台灣的保理桌 真巧的量 是比較多的 看到差不多 當年都有 真巧差不多 一般廣告廣頓 一般廣告廣告 跟青島的年齡 看到那一百公園的世界 有差不多要七萬廣告廣告 不過 就看到有關 嘴巴的部分 就是說 很重要的保理桌 跟那些棍子的思想流通 故作說 嘴巴的部分 看起來 連一萬廣告都沒有 就是一般廣告都沒有 就寄前廣告廣告廣告 然後就說 會年齡 代表神山的保理桌 都會在棍子的思想流通 故作說 兩代的世界 就在棍子的思想 不在棍子的問題 跟那些部分 也要請教一下 剛剛 其實有說到 其實 我 真巧 那些保理桌 下來 那些棍子的 加斯 我們都在充其才進口 不過 那些真巧 被你 檢查按摩 政府 那些油 也沒有去管控嗎 那事實上 我們也要特別提到 就是說 不是量大 或者是說量多了 我們才來想 要不要出口 要不要加工 事實上是需要去做一個 計畫性的一個調節 包含剛剛提到的 出口的產品 出口的品項 我們可以發現 不是說台灣種的這樣的仙草 適合仙草的 仙食仙草的高麗菜的品種 就適合出口到目的國家去 有一些國家像日本 也許需要是硬種的 這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品種 那台灣種的又少 那盛產的這些品種 又出口出去 又不是他喜歡的 或者是他們習慣吃的品種的時候 那可能出口出去就有困難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應該是有一個計畫性 對 一個計畫性的生產 跟計畫性的一個出口 來做一個調節 現在目前很多的這個 農產品市場 已經開始漸漸的走向 剛剛我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去做生產器做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 外銷的 包含水果也好 外銷的蔬菜專區也好 把它形成一個區域之後 福島農民針對 包含對方市場需要的品種品質 甚至我們現在很講究的 安全性農藥殘留的標準 是不是符合對方 國家的一個標準 這個都要管控 所以我們也投入了 蠻大的一個精力 在所謂的建立 外銷生產的一個 專業區域的這樣的一個 輔導措施上 希望農民加入這樣的一個區域 跟業者跟貿易商來合作 生產對方國家需要的一個產品 把這樣的一個外銷量擴大 不要說我就直接一股腦 就是生產在市場 國內市場的一個需求的 這個品項上面 把這樣的一個品項 包含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從不同多元品項的 一個分批種植 或者是說分散種植以外 我們也希望從這種品種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生產對方國家要的一個品種 跟品項 好 感謝記者 告訴你 請教一下 剛剛有說到 其實對加工方面都會有關 那要對人家的方便有關 那要對人家的方便有關 那就是說 就像記者說到 對人家的方便做的關鍵 不然他們做年頭 來做計劃性生產的 他的部分 他的做法嗎 那說這樣的做法 做得執行一下 他要說 我們就要處理 國內市場的 農民勝負的世界 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努力 做得下去嗎 那在過去呢 我們很多的這些產銷的問題 都是在於 我們就盲目的去生產 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要賣給誰 那當我們賣不掉的時候 才想到的是 是不是政府來補助 來收購 或者我們要出口 其實即使要出口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第一個 我們的生產成本 有沒有比國外來的低 今天為什麼 我們還要從國外來進口 這麼多的一個高麗菜 其實因為國外的高麗菜的成本 比台灣更便宜 我們在台灣 一公斤的高麗菜的生產費用 大概是四塊多 然後再加上 這個運輸包裝 其實整個加工起來 一公斤的費用 到國外去 可能不低於十塊錢 但是我查閱了相關的統計資料 我們每一年從國外進口的 特別是以印尼為主的 整個進口的一個價錢 一公斤不到七塊錢 大概六塊多 我們在整個價格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競爭力 另外就是 如果說不談這個價格的話 那我們在品質上面 是不是跟國外的 有什麼差別 當然在台灣 我們都認為我們的 初秋或者 雪翠 這個品種非常的好 但是是不是 能夠符合 國外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這個其實也必須要去做一個 進一步了解 所以當我們要談到一個 出口的時候 其實在整個一個市場的通路 國外整個市場的調查 消費者的偏好 其實都應該要好好去經營 而不是在我們生產過剩 賣不掉的時候 我們才想到要出口 好 感謝教授 我們過一邊說 翻轉的玻璃桌的價格 市場的變通 要安負差問題 要按簡單就結結了 不過親民來說 像宜君同仁說 按豆瓣設計那些 跟農民做一個裁縫 沒有在這裡說 香港保理財產 是一種問題的 泰國最重要的 每一天沒有符合 動態的事情 他們說 印證每一天 通約的新聞 報道出的時 泰國都在 每一天都在 三個月的事件 可能是由 金融的天使 等等的 等等的 不出天使的出事 不過農民 那是否這樣 可以說 你提醒還有 唐島馬的其他 和其他的建議 做的事情 提出的嗎 其實這件事情 不是說只有發生在高麗菜 其實像香蕉還有鳳梨 其實都有一樣的狀況 那其實 那麼多次跟農民聊下來 其實他們最大的問題 是他們覺得說 他們知道自己種 不知道別人 不知道別人種多少 那還有一件事情 是其實像每個月 市場的需求量是多少 其實這件事情 是可以被預知的 那以高麗菜來說 我大部分都是內銷 那我每個月 我更好管控啊 對 因為我們的人 不會突然馬上 今年馬上變四千萬人 不會馬上翻倍成長 那每個月的需求量 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被預估出來 那其實對農民來說 像供給量 它是一個動態的平衡嗎 像比如說 我只要供給 剛好是等於需求的時候 這個產銷就會是平衡 現在的問題是說 大家不知道說 實際的產量是多少 但是我至少需求多少 我應該是可以知道的 那其實就 如剛剛雷利芬老師說的 就是 我只要需求有先出來 然後我可以從 源頭登記的時候知道說 我的買家在哪裡 那我就可以預知到說 那我只需要再處理多少的量 這樣就好了 好 感謝雷軍 這就這樣看 其實電機的做法 不用做 不是做 他們會有更多的 全國的工序 因為這樣做 整個整個 整個整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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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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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博理財的問題 建議 我們 福導單位 是先找一個 我們現在常在說的 國家隊 國家隊 我們就先去找一些 像我們這些 指標性的嗎 不是指標性 專業種植的農友 請他們一起來試做 我們先輔導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 從武道友 慢慢輔導之後 讓他上軌道之後 旁邊其他的農友看到說 像這些農友這麼做 有錢賺 而且又穩定的話 我相信 是可以這樣 其他的農友 他們就會跟上來 這樣子做 有一天 如果真的可以 這樣子實施 我相信 其實我們台灣的高麗菜 不會每年都發生這種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而且又要讓農友也頭痛 讓我們指導單位更頭痛 其他就是 我們可以先來 先來一個國家隊 來 由我們政府機關 先來 我們這個國家隊 來做 做一個成績 為貧政 為民主 來做一個專門的價位 找這些農友來配合 好… 只要這次做成績 我相信其他農友 做一個提起 好 感謝秘眾 其實今天討論有關 保理錯誤的問題 大家說得 有關 神山面對 體育宣室 封面對 甚至政府的好意 包括會能 侵入單位 三次的好意 不過按照的好意 獨到 神山出問題的事件 跟正經的程序 包括 MV 就要做 全盤 整體的規劃 事件 要注意這件事情 對進去客的方面 對市場的規劃方面 對定規劃方面 大家都有討論 當然說 有一個問題 不會因應兩人之間 以為有一個問題 從而以來 都會在台灣的三次 經濟的發生 只會希望 三次政府以為 反正的規劃 更好 再加農民 提供的程序 跟一個好多專家 提供建議規劃 按照的 保理錯誤 神山 善生 十分的問題 不會進來進去 按照的農民 從來到錢 按照比賽 沒做到有問題 更是好買到 好色的保理錯 以上喜歡見面的 創面提供 感謝大家收看 MJV 字幕詞車 索文字幕《詞聲》 《詞聲》 《詞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